台灣美光營業真正預送 噴水槍要業績也能遇水折發 美光科技家庭日1.2萬人同樂 全球副總裁尼克森也專程來台 要將台灣作為低潤生產重鎮 甚至要興建全球首作3D低潤封裝廠 未來每年都要在台灣投資20億美元約600億台幣 也持續擴大爭財 美光在台灣擁有6000名員工 未來一年將再增1500人也打出優渥薪資 以工程師來說大學畢業起薪4萬5 碩士則是50K起跳 其他福利也不能少 大概有90%以上會是分布在台中 住的這個部分我們有員工宿舍 那這個員工宿舍對我來講 我覺得像個飯店 那除了都是套房之外 其實每個員工只要支付大概500塊左右的這個費用 跟著衝的還有台積電 8月營收重回900億大關 來到919.17億元 月增率近三成 連興格魁賴清德都喊話 要全力讓3奈米投資案 繞繳台南 點名排除投資障礙為重點政策 新冠上任沒有明月期 如何吸引更多投資外界 等著看 東森財經新聞 劉貝錡洋昭 綜合報導